你都每天做惡夢 然後講到嘴軟那裡 對 就是 就夢見自己在主持 然後 就開始做惡夢 然後就想說 欸我是不是 就是夢見自己嘴軟了 然後我就突然咬了一下 就哼這樣 然後我想說 就醒來 想說等一下 我剛剛是在做夢嗎 我是真的咬到自己的嘴唇嗎 然後馬上舔一下 就發現都是醒 然後我就很緊張 想說好 我之後要主持了 因為我當下做夢的感覺是 把自己的嘴上的肉 咬一塊下來 就趕快確認 對 因為我趕快確認 發現嘴唇還在嘴唇還在 只是咬破皮 然後寫 你卻有染濕的枕頭 沒有 是我內的 染濕的枕頭 當下就會很可怕 就是破一個洞 準備的時候會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我就去慢跑 就慢跑的時候 我就看到 竟然還有蜜蜂過來 然後就叮到了 然後我當下還想說 欸這怎麼痛痛的 對 後面是蜜蜂 我想也不敢把它剝掉 然後就讓它遮一下 它就飛走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 因為覺得已經壓力很大 去慢跑還要被蜜蜂叮 對啊 但是因為可能 立刻處理一下了 對啊 就想說 欸就馬上網查 就是說用清水沖 但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們家 住我們家山上 我們在山上跑 然後跑下去 我會不會 等一下怎麼樣 很緊張 然後還是 又不敢跑太快 怕血液 太快 這腦袋有很多幻想 這什麼時候的事啊 大概也是 十幾天前 對啊 因為就是 想說 主持會需要肺活量 然後就去慢跑 對 那後來你的身體 就沒有狀態嗎 後來就沒有 它就腫不快 然後就一個傷 因為以前 外景主持的時候 他們說 欸其實被蜜蜂 遮到 其實算是蠻可以增強免疫力的 蛤 就是一根 對對對 就是一種叫風箏治療 可是老天爺想要給我一點鼓勵 這主持輕鬆對不對 對啊 緊張嗎 非常非常緊張 就是公布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還一點光白 對啊 現在有 準備的差不多了 只是 因為我覺得主持 他真的是很現場的東西 所以 還是會覺得 很緊張 對 因為那天彩排的時候 我就站在幕後面 然後要拍到 就是要準備 五四三二 我都會覺得 我是誰 我在哪 會覺得 太不真實了 會覺得 很夢幻 好像覺得 欸我是在做夢嗎 真的要開始 就是 等幕打開 然後上去要講 開場版 我就覺得 哇 真的從來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真的會很害怕 那你有開幕表演嗎 你會表演嗎 你還要表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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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我們應該這一次是沒有 但有類似的 對 但我不知道這個可以透露 看一下 大家還有 有講說你會有一段 喔 對 就是類似一段 喔 但就是 對 緊重的時候大家一起 準備這個期間有沒有做噩夢 每天 每天做噩夢 因為我都 有哪一種啊 就有一次 我就在想 可能就在做夢的時候 我就想說 就好像覺得自己嘴軟 就夢見自己在主持 然後就覺得嘴軟 講錯話 然後 就咬到自己的嘴唇 然後就很大力這樣 咬一下 我就馬上醒來 想說等一下 我剛剛是在做夢嗎 我是真的咬到自己的嘴唇嗎 然後就舔一下 都是血 真的咬到 真的咬到 然後我就瞬間就下醒 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這個會 因為我當下的感情還是 他來 你等一下再再再講一次 你要再再再講一次 他剛剛 他講到重點 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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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拿出來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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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這個 就是他在做夢下醒 然後咬到嘴唇 然後就在自己 碰到自己還在主持 阿大志姐 你剛買的多少 他現在要不要換一下 他現在要不要換一下 這個 這個 還是要做這個 不行啦 真的嗎 真的嗎 怎麼敢做 等一下 坐一下椅子 那個比較 怎麼敢做 坐你旁邊 然後 我坐這個 小一點 他還要再講一次 他還要再講一次 再重新分享 再講一次 對 還沒講完 他剛剛已經講一次 對 就每天做惡夢 然後講到嘴軟那裡 對 就是 就夢見自己在主持 然後 就開始做惡夢 然後就想說 欸我是不是 就是夢見自己嘴軟 然後我就突然咬了一下 就 這樣 然後想說 就醒來 想說等一下我剛是在做夢嗎 我是真的咬到自己的嘴唇嗎 然後馬上舔一下 就發現 都是血 我就很緊張 想說 我之後要主持欸 因為我當下做夢的感覺是 把自己嘴上的肉 咬一塊下來 就趕快確認 對 趕快確認發現 嘴唇還在 嘴唇還在 只是咬破皮 就寫了 卻有染濕的枕頭 沒有 是我的內 沾濕的枕頭 當下就會很可怕 就是破一個洞 老婆有發現嗎 老婆沒有 還在睡 對啊 所以就會覺得 壓力很大 欸那那個 那那個 那我看到人 他突然不來啊 那你有沒有 你們的主持橋段 有沒有要因此 改動 有跟他有一些互動 對啊 可能 還其實還好欸 因為其實大部分 就修改一下 我們介紹的地方 對啊 原本確實有想要跟他一些互動 沒有到互動 所以我們可能就只有介紹 就只有介紹 你有跟露露請教一些 對 那他是怎麼樣 就是傳授他的那個技巧 就是 因為我們有 就是有 他有當面聊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我現在的開場稿 可能是這樣 然後他就幫我順我的開場稿 所以那天可能也討論了 三四個小時 然後他就可以 我覺得他太厲害了 他只要一講出來 他就是 一篇很厲害的開場稿 而且他一講 一講就是出口成章 然後隨便都是梗 就是信守唸牌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一邊討論就覺得 欸這個很好笑 這個很好笑 加這個這些 對啊然後他就算是有點 真的幫我 就是理出了一篇開場稿 所以就是非常感謝 然後他還跟我講很多 在主持上的一些小技巧 然後甚至是 那天彩排 也剛好遇到路 他還順便就幫我修正說 欸我覺得你這邊可以 躲什麼樣的走位啊 怎麼樣看起來比較放鬆 所以就是 真的很感謝 會在家裡就是 眼淚給老婆看 對 每天 那他會跟你什麼建議 他都是鼓勵比較多 因為他可能覺得 我對於主持真的是 太 就是 太菜了 就是所以他都會 不斷鼓勵我覺得 欸這樣很好啊 這樣很好啊 還是有什麼梗可以加 就是 每天就是不斷的 就是念給他聽 或是沒有念給他聽 就一直在家裡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他們都覺得你好管好吵喔 我都管在房間裡 我都管在房間裡 那你有那個 他有時候 你半夜還在說謊話 在背的喔 應該 應該沒有啊 可能就只有自己 咬到嘴巴 那我剛剛那個測試照片的那個 測試遊戲裡面在講 測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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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會想說 因為我搞的 背的 有時候可能背的太死 那我想說 那我就是把 每位入圍的照片 都印出來 然後放在iPad上 所以我老婆就會這樣 我就站在對面 他就滑 然後看到那個人是誰 我就馬上講出來 是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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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滑 就很像在玩那個 綜藝節目 對對對 就是他就不斷的幫我複習 然後 像這一次我覺得 就是準備的時候 會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我就去慢跑 就慢跑的時候 就看到 竟然還有蜜蜂過來 然後就叮到了 然後當下還想說 欸這怎麼 怎麼痛痛的 對 後面是蜜蜂 然後想也不敢把它剖掉 然後就讓它摺一下 然後就飛走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 因為已經壓力很大 去慢跑還要被蜜蜂叮 對啊 但是因為可能 立刻處理一下 對啊 就想說欸就馬上網查 就是說用清水沖 但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們家 住我們家山上 我們在山上跑 然後跑下去 我會不會等一下怎麼樣 很緊張 然後還是 又不敢跑太快 怕血液 太快 就腦袋有很多幻想 這什麼時候的事啊 大概也是 這是十幾天前 對啊 因為就是 想說主持會 需要肺活量 就去慢跑 對 那後來你的身體 就沒有狀態嗎 後來就沒有 它就腫不快 然後就一個傷 因為以前 外景主持的時候 他們說 欸其實被蜜蜂折到 其實算是蠻 可以增強免疫力的 蛤 蛤 就是一根 對對對 就是一種叫風箏治療 欸那可是老天爺想要給我一點鼓勵